大家好,我是Bly 歡迎收看我們這一期的評測 其實這次影片我之前就已經拍了 只是後來覺得品質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所以我重新拍攝了一次 非常多人在認識我的時候 都是因為看到我在網絡上寫了一篇拍攝銀河的文章 所以我在拍攝銀河這一塊的教學 其實是非常非常早就在做了 有教學怎麼去看銀河的這個時間 然後怎麼樣做拍攝設定 其中一項就是跟大家分享 怎麼挑選使用的鏡頭 拍攝銀河過去我比較常用的是廣角鏡頭 那後來慢慢的我開始使用了比較標準端的鏡頭 以及比較望遠端的鏡頭來做拍攝 當然它使用的設備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這一次我們要講的是最簡單的廣角鏡頭 我以前在使用廣角鏡頭的時候 有非常多難以克服的地方 像是邊緣的畫質會比較差 然後邊緣的星點會造成拖移 那這都是一些廣角鏡頭的缺點 由於在拍攝星空上 那這一次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厲害的鏡頭 它克服了非常多的缺點 這就是我們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超廣角鏡頭 首先給大家看看它的外觀 非常的大顆 大概有我半個零這麼大 那它是三陽的鏡頭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三陽這個牌子 它是一間韓國公司 以價錢上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選擇 這個鏡頭是14mm 那光圈是2.4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光圈的鏡頭 金屬的機身 以及塑膠的蓋子 塑膠的光罩 其實這也是我比較擔心它不耐用的地方 過去我在使用廣角拍攝鏡頭 最主要是要容納為一個非常大的前景 所以在有一次拍攝主題 我是要拍攝大巴尖3 搭配背景式這個銀河 那因為大巴尖3的本體非常的巨大 我在非常靠近的步道裡面 我是沒有辦法使用這個17端 來拍攝下這樣的畫面 所以我當時買的12mm到24mm 這個變焦的廣角鏡頭 因為它的光圈只有F4.5 所以我必須把握著ISO值拉高 來維持我整個照片的亮度需求 後來我發現呢 這個12端這樣的一個超廣角鏡頭 它其實在拍攝銀河的時候 會有一個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 銀河會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們同時容納的畫面太過巨大 我們把整個銀河拍上去的時候 反而你看起來銀河是一個 沒有很壯觀的一個景物 所以我後來我越來越少使用這樣超廣角鏡頭 來做拍攝 在使用35段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整個銀河的中心 鋪滿在整個畫面裡面 所以看起來會非常的壯觀 再搭配上前景 那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會比一般使用超廣角鏡頭 來的有趣的多 所以後來我其實很常使用35段 來做銀河的拍攝 那如果有去看我的銀河拍攝教學 就會了解說 這個焦段跟我們曝光的秒數器 是有相對應的關係的 那我在使用35段拍攝的時候 我相對一定會搭配一個 這個小型的赤道儀 然後來做一個拍攝 但是到了最近我看到這樣一顆鏡頭 我發現 廣角鏡原來它可以做得這麼的優質 那這顆鏡頭呢 它使用的代號是XP 它在三陽鏡頭裡面是列為高畫質高品質的鏡頭系列 發現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也就是它的對焦環 它使用一個比較不滑手的一個橡膠圈 不過是容易棉灰層的一種材質 在轉動它的這個對焦環的時候 是一種非常滑順的感覺 這其實對於露營以及手動對焦來說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它的焦層非常的長 從28公分到3公尺 大概是270度 這個焦層非常的大 這是我們在錄影以及做一些金主拍攝 金主對焦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當初為什麼會找到這顆鏡頭呢 其實我看了非常多這個光調鏡頭的資訊 每一家都有它們的優勢存在 不過我找到這顆鏡頭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一個MTF2 MTF2呢是由一個重軸以及橫軸 所展現出來的一個數據 那重軸是從0到1的一個數值 那橫軸呢我們可以想像它就是從這個感光元件的中心點到邊緣的一個距離 我們在看MTF2的時候 最簡單的一個看法就是它的線如果越高 它相對而言它的鏡頭數值是越好的 它基本上代表就是一個解像力以及對比度 我再看到它的MTF2 我發現這個鏡頭實在是太驚人了 因為一般的超光調鏡頭 我們在感光元件的最邊緣一定會有非常大的這個數值衰減 就是邊緣畫質會變很糟的意思 這顆鏡頭它的MTF2就是在邊緣它就是衰減一點點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這顆鏡頭非常厲害的地方就是邊緣畫質 它的光圈數值真的沒話說 我全部都使用最大光圈做拍攝 如果你們有拍攝星軌的經驗 把光圈縮小 我們會發現我們星軌的線會比較細一點 如果把光圈放大我們星軌的線會比較粗一點 那相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要讓我的星點大一點 就是用最大光圈 在使用最大光圈拍攝的時候 我們依然可以發現這整張照片是非常的銳利 那在邊緣的畫質非常的好 那它比較沒有像過去的光角鏡有那種脫圍的現象 所以整體上來講它是一顆不錯的鏡頭 當然它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像是一開始我所講的它塑膠的遮光罩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風險的地方 再加上它整個鏡頭重量其實是非常的重的 如果我稍微去撞擊或者是掉落的話 這樣的一個遮光罩我相信它沒有辦法好好的保護我的鏡頭 所以我覺得在使用這顆鏡頭要非常的小心 那它所附的這個鏡頭套我覺得失去了它的保護力 因為它裡面只有薄薄的一個塑膠片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保護力的 所以我覺得在使用這顆鏡頭最大的問題點就是在保護鏡頭 那像我自己在使用我會加我加了一個比較厚的一個墊子 然後去卡住我的鏡頭 讓它避免掉很多的這個撞擊的可能性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非常多 使用它拍攝的這個超廣角這個星空的作品 所以我們就期待未來有機會可以拍攝更多更美麗的照片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評測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